做一個很鄭重的宣布 先請各位 先給我一份好不好 應該要慢慢跑 謝謝 我現在要很誠懇很謙虛 也很嚴肅的宣布 發表一個聲明 日本 3月11號天災加上河變 警示示人 地球浩劫當前 人力無法勝天 數目精心之餘 不得不為地球貧生災害 台灣亦難免幸免 憂心忠忠 我最近 動感萬事莫如安全起 如果國土無法保安 如果人民生命財產無法獲得保障 其餘一切都是多餘的 近日 我真的思考了很久 我選擇 現在 鄭重宣布 四點 第一點 本人不參加民進黨二零一二黨內出選 本人不參加民進黨二零一二黨內出選 祝福有志者如願 第二點 本人 即日起請辭民進黨中指委一職 願民進黨早日結束派系分戰 恢復 恢復創黨精神及價值 才能夠福國立民 第三點 本人 願意與社會各界超越藍綠黨派 關心地球生態 與國土保安的學者專家 國人同胞 集集來推展 拯救地球 保安台灣的運動 而且 繼續宣揚 我過去 一直在宣揚的 敬天 席地 愛人的宇宙觀 還有我剛剛提及的 永續發展 的 世生共融 生命 生活 生態 與生產 世生共融的 永續發展 新思維 也就是說 當我們一方面要求停核市 甚至於核一核二核三場 到時要除疫 不能研疫 我們同時要思考 我們的能源政策是什麼 我們未來的產業發展如何 有一派人說 我們目前的電力 已經足足有益 但是經濟部也威脅大家 如果我們沒有核能 我們的經濟會蕭條到某個程度 我想 我們希望專家告訴我們真相 我們要客觀真實的真相 那麼今後 我們兩千三百萬人 要共同面臨不知道怎麼時候 會突如其來的天災 或者是人為的一些禍害 美國的NASA 英國的國立太空研究中心 都先後提醒 2012年的下半年 2013年年初 極有可能太陽核子大爆炸 聽說2月14號情人節那天 有太陽核子的小爆炸 四天之後影響我們地球上 四個國家的火山爆發 這不是小事一樁 大家只關心選舉 我更關心地球的安危 如果小爆炸 我都不知道現在日本這個天災 有什麼樣的關係需要專家來解釋 但是大家都已經同意這幾年地球生病了 假如加上太陽核子在爆炸的話 我們不知道未來是什麼 所以我才會這樣 我不願意說是卑鄙明人 但是我覺得我們只有更關心大自然 我們只有更關心我們生存的台灣 台灣才能夠永續發展 至於誰要當總統 請你告訴我們 Are you really? Are you accountable? Are you capable? 你準備好了嗎? 你真的已經知道台灣面臨的危機嗎? 你真的有能力來 為2300萬人的安危獲福 承擔一切責任嗎? 如果沒有明天不登記還來得及 如果你認為你都夠了資格 我誠懇地祝福你 我誠懇地祝福你 最後我也要講 我非常關心除了天生態 我們大家共同關注兩岸關係的發展 所以儘管我宣布不參加明天登記的黨內出選 可是本人將持續關注台灣跟中國關係的未來發展 以及剛剛很嚴肅發表的兩岸關係的正常化的一些建議 我也希望在今後可以略盡棉薄 同時感謝翁明顯是我們國內知名的國際戰略專家領導的國長會 最近成立的中國研究中心 已經有二三十位優秀的學者 在今後 朝野各黨總統候選人提出了兩岸政策 能夠為全民做很好的研習甚至批判 謝謝大家